有興奮的影響 不過相機可能是一個觸動點 我覺得這個很有趣 拍照的人最有未必是作unkt 視影師 未必是藝術家 但是肯定在他生命的過程裏面 其實如果有一個這樣的燒的空間 甚至他作為一種工具 其實都是一個好處 攝影最基本的功能就是 對現實世界的一種很象徵的描述 再想深一層 其實你可不可以由描述以外 我可不可以和他有關係 而那種關係其實是一種什麼關係 我要和你分享的時候可以怎樣分享 我是劉青萍 對空氣的題目 其實為什麼我自己有興趣 就是駁如空氣 你覺得那樣東西是存在的 但其實你好像見不到 很多時候其實我們見到 或者我們日常生活很多東西 想清楚影響得很重要 其實不一定我們真的見到 其實我真的拍空氣已經很久了 但我的出發點 其實我的東西是怎樣來的呢 就是其實我的東西全部都是 關於我對香港的一個文化符號來的 我在說城市的那種精神 Be free and be free 到最後其實分流了出來 那些已經比較小的一些問題 例如我們在說言論的自由 污染 那這些東西其實是香港的將來 我想代入香港社會不同的大層裏面 對我來說我經常的創作都是一個很fictional的東西 所以我用了一種方式就是香港不同的地方 我用影像去讓你看到眼前最後一刻 如果你都會覺得很可惜的是香港 去到今天這一步 可不可以我做到一些正能量的鼓勵 甚至是刺激 我的照片一直都是很想 最後出來的那程度是很大張的 這麼大張我才可以告訴他們 其實我的所謂空氣 或者所謂的一種精神 其實我們的眼睛在上面流動 那種細節呢 每一個觀眾在看作品面前 也是在找自己的一種構圖 我不是想框著你 是一樣的東西 攝影師是對光很問他 見到一個不開心的天空 跟他見到一個不開心的香港 其實都是一樣的 照片的門檻很低 你不懂寫的時候你懂得拍照 其實你已經可以表達你自己那種渴求 對城市的一種結論或者建議 這個其實每人都可以做 每年去投我一票之外 其實我們可以給自己另一票 照片也是一樣的 所以相機也是一票 多加上機都是一樣的 每個人都可以拍照 每個人都可以拍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